准备好500克五花若末 把屏幕上方这些配料倒在一起搅拌均匀 先倒入一半 第一次搅拌让它充分吸收 分两次加比较容易吸收 第二次搅拌让它粘稠有弹性 加入洋葱 芝麻油 再搅拌均匀即可 买来现成的饺子皮比较省事哦 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 就是一本活菜谱 如果你从来没给阿菜点过红心 能不能给一个呢 那真是万分感谢咯 包好之后上汽蒸12分钟即可 芝麻诱人的小笼包 你确定不尝试做一下吗 哇真的是每道牛汤汁 当你不知道吃啥做啥 记得来我主页找灵感哦 谢谢